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 我做自媒体以来的一些感受 有很多的小伙伴来信问我 有的会给我发微信 有的会在底下给我留言 问我有多少个粉丝了 或者是说问我怎么去做自媒体 那我就统一回复一下吧 我在国内其实以前也讲过 我做自媒体的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我在持续公职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想做一个记录就仅此而已 当时我发的视频 也暴露了体制内的很多的一个弊端 但是都给我这个删除了 就自然就和谐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发了一个相对来讲 还能发得出去的这么一个视频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我在这个油管上发的 应该是第一个视频吧 或者是第一第二个 那个那两个视频 我耳机不太轻了 到底是哪个了 因为我在国内是按顺序传的 而在油管上传呢 它都是没有按顺序 都是以前就是我刚接触外网的时候 我把以前的老视频呢 放上来两个 你要说我有什么感受 或者是多么多么成功 我真的没有啊 尤其你要说我在国内小有一点成绩 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毕竟它有这个六七万人的一个关注啊 但是你要说我在这个外网上边 你在问我这个经验的话 我觉得肯定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的粉丝量也不多啊 也还是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对于自媒体的一个认识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和热爱它 我通过自媒体的一个形式 主要是和大家交朋友聊天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渠道 把我的思想啊传播出去 同时啊也有伙伴过来跟我聊天啊 或者是指出我的思想上 存在什么不成熟的一个地方啊 咱们互相探讨互相进步 就是一个聊天节目 如果非得问我有什么经验的话 我就觉得我的自媒体就是真实 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经验 你说我也不做字幕 我也没有特效 我也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剪辑 都是这种初加工啊 剪吧剪吧啊 就给大家看一看 有的时候甚至都不剪啊 就是这种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 说这个经验的话就是真实 那这个就是我视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再有一个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 都得坚持 可能你坚持到最后 你也没有太好的一个成绩 或者哪怕我做这个自媒体视频做了五年十年 那可能也没有很多的一个粉丝量啊 有的人做三两个月那就会有过万的一个粉丝量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每个人的能力大小都是有限的那每个人的天赋也都是有限的我不会说去因为粉丝的多少啊而去改变我自媒体的一个风格或者是说由于粉丝的多少让我去懊恼这个是我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的 虽然我每天啊如果有粉丝关注我我也会非常的开心我也非常珍惜每一个关注我的活伴啊 但是我并不会呃因为这个粉丝没有人看了或者是说啊没有人关注我了我就把这个视频质量降下来我就不会去好好的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了呃自媒体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认识了很多人我认识了啊墙内的人认识了墙外的人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是我觉得呃作为中国的21世纪的青年啊 有应该有的一种呃胸怀或者是一种向往就是你想结识世界各地的人要有一种全世界的这种情怀嘛我因此啊我还买了一个地球仪啊就这个我就没事我看一下我觉得呃每当我看到这个地球仪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开心就是我感觉这个世界啊不仅仅有中国呃呃还有什么呃比如说呃南美洲啊有巴西啊有阿根廷啊有美国啊有墨西 等等等等吧还有澳大利亚哪哪哪的就这么多啊而且还有飞头的那些穷哥们什么啊什么苏丹啊什么乍德利比亚呀这个那个的啊看完可有意思了我就觉得年轻人应该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应该对未知的世界啊充满向往如果疫情结束的话有条件的话应该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资金的话那也要说 有这一种世界的情怀应该多通过外网的一个渠道去了解包括现在做这些呃直播的或者是说这些旅游频道的主播非常非常多在YouTube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千奇百怪的什么风格都有所以说呢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了解不同的一个文化通过他们的视角你去观察不一样的国家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一个风土人情不同的文明这才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年轻人吧 应该具有的一种胸怀而不是像墙内的宣传风景这里多好厉害了我的国呃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未来能是世界的老大你老是想称王称霸或者当老大的话那只能是说呃被人家欺压的实在是太惨了一种苦媳妇儿熬成婆的感觉那样是不好的而且那种思想和思维也是扭曲的你可以看一下乌和麒麟的发言还有他现在的一些 所谓的代表年轻的人发表的一些态度啊他不能够代表中国的年轻人因为中国的年轻人是充满着积极啊或者是向上的一个态度对于其他国家的人包括和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有民族仇恨的这一些国家我们也应该抱着以和为贵的一个态度去接纳他们因为那都是老一辈子的事情了咱们说不忘历史可以但是呢也不要把历史的一些 这些东西啊过多的强加给现在的就其他国家的人因为他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一帮人了你比如说日本他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时候了那德国也是那德国也一样他也不是当年的那个纳粹法西斯的他已经改变了要接纳他们并且啊还有一个胸怀不要老是揪着过去的这些东西不放啊如果老揪着过去的东西不放啊 就没有办法向前进了咱们应该规避掉历史当中存在的那些不足的一些东西要引以为鉴你比如说历史上咱们国家由于落后啊受了很多的一个欺负或者是欺负啊那咱们就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防啊发展自己的一个力量让咱们国家强大以后啊不受别人的欺负就可以了并且当咱们有力量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去欺负他人 这个是我认为一个大国或者是说一个国家应该具有的一个态度同时这也是我们具有这种礼仪之邦的一个咱们不是标柄咱们是礼仪之邦嘛那所以咱们就要有礼仪之邦的一个风范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仇恨呢如果你不化解的话这个东西永远没有调和的一个余地那也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你看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现在又开始打起来了嘛以色列现在不换这个总理了嘛换完总理又开始干了所以说呢你像这种宗教的冲突种族的冲突或者是说这种恐怖主义的一些冲突啊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它就是一种文化上边或者是种族上边信仰上边的一种冲突那其实怎么能解决只能靠这种和平的态度或者是说 饶恕的一个态度去解决如果没有一个人吃亏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你比如说现在巴勒斯坦就说以色列不应该在那建国就应该干掉它那以色列现在在军事国防各个方面它比巴勒斯坦强夺了它肯定能打过它因此啊你在这种极度不现实的一种诉求下你说巴勒斯坦怎么可能说把以色列灭掉那只能说两败俱伤互相攻击 并且巴勒斯坦人民承受的这种伤痛会更大因为以色列毕竟人家是发达国家人有钱嘛人家可以购买武器大炮啊严格美国关系也好还有核武器那就可以对周边的国家形成威慑所以最后吃亏的是谁呢其实也不是哈马斯是这个巴勒斯坦的老百姓任何的战争吃亏的都是老百姓你见过哪个战争当管的首当其从的这个冲锋陷阵最后死掉了没有 都是这些无骨的老百姓无骨的士兵在前线冲锋其实他们打的这个仗他们也不想打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打仗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士兵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帝人也好啊或者是作为一种工具也好啊他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去左右自己的一个命运因为他选择了当兵这条道路所以发动任何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不可取的 那这个有点说远了啊那回到说中国那中国就应该这样就应该有一个大国的风范有个大国人的气质还有一个有大国人的一个素养 但是由于国内的一个环境我也反复的跟大家说了没有办法现在这不是一个大国的气度和气量还有国内的一个宣传 他不是具有文化和知识分子说出来的话你比如说我以前老说胡怡进但是最近我我感觉这个复旦真的非常出人才啊他不是有杀人案的就是有什么张维为啊还有最近又出了一个葛建雄说是开始讲历史虚无主义了啊就是这样呢而且这个葛建雄以前是干什么呢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一有利益啊他就会往里转的一个这么一个角色他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其他主播的一些视频啊有很多的关于葛建雄的一些介绍而且在推特上面也有很多他在南极科考对考察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葛建雄还推销那个小卡片呢像这个南极的就是在南极做科研工作的这些人员推销他那个卡片因为什么呢因为出版社给他们钱了就给了葛建雄钱了所以说他帮人推销东西啊 或者争取不菲的一个收入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并且他还找了一个托本来那个人没有买过他的这个卡片但是他说你说你买过做一个介绍说这卡片多么有价值多么有文化 或者像他们这些外国人呢在南极的这些人呢就是做一下介绍啊完了他们就都买了就是这样你说一个大学教授博党呃当年其实就是一个为了点钱或者去卖一个小卡片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有失身份啊 所以说他现在讲那些历史讲那些东西我觉得他跟他的这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是有历史素养的人不相称通常有历史素养的人都会看到了过去看到过去存在的一些弊端那会改正他同时还要往前走昂首阔步自信的往前走但这个葛建雄他完全的没有看到嘛我觉得他现在讲的那些东西啊 嗯都不是说一个历史人应该讲的一些东西而且对这个国家什么样是好的他非常的清楚我不相信中国的这些文化和知识分子不了解目前现在的一个状况还有现在国内的一个局势你现在国国内的别说国内的一个局势了咱就说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现在非常非常的被动咱们真的没有什么朋友了 如果你老是指着俄罗斯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在想俄罗斯又有什么朋友呢俄罗斯也是民主世界的一个器影嘛它也是民主国家不齿的一个国家嘛就是这样它就仗着有强大的一个武器啊来这么一种强硬的一个作风来维持它目前的一个统治但是它这个国家你说有什么文明吗你说它这个国家有什么让我们现代人啊 值得推崇的一些东西呢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啊我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印象那在历史上如果它给我给中国人留下的我觉得只有伤痛它把我们的土地割走了它把我们的人民杀死那就是这些啊那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我们也一定要化解这种历史的一个仇恨咱们心里头有数就可以了但是也没有必要说 因为这个东西就非得非得把俄罗斯人的所有的人都仇恨一遍因为他们人民也是无骨的那历史上都是那些比如说苏联共产党他们当年杀过我们的这个华人把那个海森崴摇走了所以说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解释人民其实都是无骨的人民和政治应该分开来看但是有的时候人和就是中国人呢一些战狼粉红把人和这个 人民和这个政治它混为议谈了人民是人民政治是政治为什么人民老骂这个政治有的国家人民老骂政府就是因为这个政府它代表不了人民所以说它会去骂它你包括美国你美国虽然它是民选的但是有一部分不也是反对的力量吗那有一部分是支持在野党的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政府代表不了这些反对力量的一个声音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国家和人民分清楚 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什么样的人民要做好什么人民就要做好我们当一个善良的人当一个不说假话的人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不堪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勇于的发声勇于的帮它指证错误我觉得这是一个青年应该富有的一个责任也是自媒体应该具有的一种力量这个世界其实是说出来的可能大家头一次听到我这种观念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都是说出来的不知道大家相信不相信大家可以回顾历史你看这个共产主义它是怎么实践统一的那有人可能会说那不是枪杆那里出的政权吗是打出来的但是它怎么打出来的它是不是宣传打出来的它是宣传建立红色根据地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一个理念通过这种大土豪分田地的一个理念让这些农民参加了这个革命的一个队伍吸纳了他们当这个八路军战士 是不是这样呢确实是的并且大家也可以看到你说所有的手工艺的一个传承包括知识文化教育这些东西是不是都靠语言去说出来的因此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言论管控这么的阳格其实跟当局当年它建国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就是把这个中国是说出来的把所有的人都相信它的理念之后 建立了这么样的一个国家就是这样所以说它在言论的打击方面它会严防死守嘛因为它就是这么建国的所以说它就会打击这种言论因为它怕它这个政权不稳固嘛但是你说通常来讲它这个在法律上它却说不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宪法赋予了我们公民言论自由所以说它不会说从这种这种这什么言语上边会去找你的毛病啊 它通常来讲它通常来讲会通过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给你使个办法这种方式或者去骚扰你来使你惊声使你害怕就是这样如果假如说你的言语当中又可以上纲上线的话触发了什么什么哪个条款那它就可以给你把这个话扩大这个意义扩大话来找你的这个毛病因此每天我说话都特别的小心嘛你说咱们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尺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嘛你美国的言论自由那尺度相当宽了只要老百姓说的不是泄露国家机密那都可以但是你在中国它没有一个尺度包括中国的法律你像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法律告诉你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些不能做的你坚决不做那剩下的就可以了你就不违法但是中国是什么呢虽然法律上规定的不能做什么但是你能做的那些啊 它也会往这个不能做上面给你靠啊给你这个意思扩大化也就是常说的这种文字的一个歪曲啊你像文革的时候它就是文字的一个歪曲所有人提点意见那些右派提点意见那就不行了那就是被打成大右派之后啊现在还有五个大右派没有被平反那些人都是提倡这种民主啊法治啊三权分立啊都是欧洲的这种发展 那一个模式那你说中国执行这种欧洲的一个模式会不会好呢那我认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咱们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西方来的那市场经济真的就是这个亚当时密当时说的国富论当中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那你说咱们是不是借鉴了西方的这些先进的一个理念那在政治上能不能借鉴呢我并没有说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方式啊 有多么的多么的不好我并没有这么说啊但是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可以在政治方面也借鉴借鉴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的一些东西不也是很好吗 你像有的时候我在批评国家的执政方式我都不敢直输雄义 大家觉得别扭吗大家听的觉得悲哀吗那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啊那你说你当一个中国人你不可以说出来你自己想说的话 那这个就是很悲哀的一个东西而且你说出这个这个话其实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过格的而且你说的就是一个事实但是就是不允许你去说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统治一个国家要用这种让人害怕和畏惧的方式去统治一个国家 既然你说你的权利来自于老百姓既然你说你代表了14亿人的一个实义 既然你说了你代表14亿的人民为什么你要让14亿的人民怕你呢 我们可以畏惧法律因为法律这个是社会的一个规范是社会的一个标杆如果我们不怕法律的话那就完了那这个社会就没有秩序了 但是你说你让我怕一个政府你让我怕某个党派 甚至我连那某个党派的名字我都不敢提这个就是很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了 因为法律是约束人的但是政府和党派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不同的一个层次不同的一个关系 政府是代表人民的那他就应该在人民之下那法律呢法律是在人民之上的 因为人民的遵守法律那政府又靠制定法律来约束人民所以说那 政府又到了人民之上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应该采取像欧洲那种三权分立的一个 做法吧你法律应该有法律的这个体系而政府有政府的体系 政府管理的是行政那法治呢就是法院呢他管的就是司法这一块的一个专业 而政府和法律部门应该互相的监督而不是政府去管这个法律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西方的这种制度和向往可能我有生之年也不会 也不会看到中国有这种局面啊那可能说我是悲观的但也有可能看到 所以这个这个就属于说是都有可能啊我我对于一切的东西我都不要说过度的悲观或者是过度的乐观 一切都皆有可能吧当当然了我希望看到那种就是中国的啊法治的一面 你的宪法或者是说你的这种法治真的能够按照这种条文去执行贯彻和落实 而不是说会有这种很多的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现象的一个产生 因为权利来自于人民嘛那水能载轴亦能复轴 我也认为人民他有自己表达自己个人意愿的一个权利 或者是人民有自己表达自己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什么样国家的一个权利 可以提意见吗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那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人民提意见 老是靠这种恐吓骚扰或者是说这种 嗯就是说实话啊 就是挺不正当的一个方式去管理这个言论 三体都是这些赢赢狗狗的一种做法 其实挺不齿的 偷摸的给你杀了 李文亮死了以后杀这手了 偷摸的给你降这手 就是这种偷摸的 大家觉得像不像小偷 老子在背地里都死点什么绊子 做点什么事情 那你这个真的有损的人格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人有损人格 那如果假如说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有损更强大力量的这种格局 真的真的特别影响 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心里话啊 那今天你本来应该讲这个做自媒体视频的一个经验 那也因为我在这个油管上做的视频 我并没有获得多么多的一个关注啊 所以呢 没有给这些希望做自媒体的伙伴很多实用的一个建议啊 这个真的是没有这种能力 因为你看在外网和国内确实它不一样啊 在外网可能我感觉做这种实证类的 或者是说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会好一点 因为这个大家通常来讲都非常的关注 由于在国内言论不自由嘛 所以说在外网上边可以说一说 但是其实在国内我也愿意说政治 我就是一个关注政治的人 因此我并不是说为了出于某种利益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说博尔眼球的一个角度去聊这个政治 但是确实我就是喜欢政治 那可能你说如果在民主国家的话 我特别愿意去带领人民呢 做一些给政府提意见的这么一个事情 我就喜欢 如果要是有工会的话 我就愿意带领人民去这个组织一个工会啊 争取自己的权益和保障 我就这么一个人 我喜欢干这些事情 或者是去这种非政府的组织 这种公益机构啊去工作 那这是我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 一个 一个工作 但是其实你在中国你说这些非政府的组织 或者是公益机构 我以前听那个崔永远说过 就这些所谓的公益机构也挺垃圾的 他说完之后呢 我后来我看了看了 确实观察了一下 还真的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啊 你就包括说想支架都非常的一个困难啊 因为支架它上面有一个一条画啊 它那个画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愤情不行 那我在想啊 你说我算不算一个愤情呢 那你要我自己个人对我自己进行判断的话 我是一个政治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热爱祖国的人 热爱人民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我肯定不是一个愤情 但是要按照这个当局的一个观点 我绝对是一个愤情 文革呢 我就死掉了 我就是大右派了 所以我想啊 他那个上面写的就是 就是不要愤情 可能里头也涵盖过 但是他那个愤情是打眼号的 他不叫愤怒的青年 那叫躺平的青年 其实对这个国家的不拱啊 产生了某种愤怒的一些青年 都是受不了压榨的青年 其实你说一个国家发展 现在这个阶段 就比如说中国吧 经济不断的飞速的发展 他们人民的脑子 人的脑子是空虚的 他没有装进来东西 他没有文化呀 或者是没有这种文化的一个认同啊 来资产的他处理这些财富 那你可能把钱挣来了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花 你也没有这种文化的一个认同感 因此现在才说叫文化自信嘛 你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只要经济的一个飞速的发展 这个人的思想 他就开始活跃了 如果他没有一个文化认同的话 对于当局的一个统治 就是不好的 就是不稳定嘛 会有各有各的一个想法 你像随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如果经济啊 继续的上升 我想未来中国人 对于言论自由的要求 或者言论自由的一个尺度 会越来越大 包括即便他文化认同了 文化自信了 文化自信以后 他也会要求这种权力 你包括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力 劫色 罢工 等等等等 一切这些权力 这些都是 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个需求 你像中国 为什么不让罢工 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让 或者是说 为什么中国的工会 没有人家 发达国家 民主国家的工会 有力量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怕影响经济 因为中国怕影响 他这个 在国际上的一个话语权 因为他经济如果不发展 他在国际上就没有力量 所以说他为了 他的一个统治 和在国际上的一个话语权 他要加油发展经济 正也因为 如果他不发展经济的话 老百姓过的日子 越来越苦的话 那对于他政权 也是不稳固的 无论通过哪一点 他都要加速的发展经济 但是加速的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 他就要形成全球的一体化 一体化之后 那就会有思想的碰撞 文化的碰撞 和文化的一个交流 那这个时候 民主的思维就会传进来 就跟当年共产主义的思维 传进了中国一样 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把人民的思想 进行统一 进行管制 就很难管理了 那那个时候 你只能说 只能说让人民 从这个根本上来认同你 那这个时候 你只能形成民主的一个方式 民主的方式去解决 如果你再用那些老一套的 什么威逼 利幼 或者是胡萝卜加大棒 或者背地里死伴者 三提尔这些东西 那人民是不答应的 那个时候的话 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你像中国人 中国人现在还很吃这一套 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觉醒 中国人觉醒的非常慢 一提这个 我感觉很心酸 很心酸 就是中国的这些民主人 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可怜 你看有的这个 抛架舍业的 就是去国外了 有的得疾病就死了 你说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说句话嘛 为什么就说句话就不行了 我至今也很难理解 你就说到这 我一想起的那帮人 我真的都特别的难过 就是感觉 就感觉人民说句话 怎么就那么难呢 你就这么害怕 害怕人民吗 你害怕我 你怎么代表我 这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你这个东西 你居然害怕我 你害怕我说话 你害怕我争取言论自由 我从哪个逻辑上 我也说不通嘛 而且还有法治 你说法治 你说法治什么时候能执行啊 有多少这些违法的现象的一个产生 你说承治贪污腐败 从89年就开始就要求 承治贪污腐败 还有一场运动 八九六四 到今天了 那我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 越反腐 管越大 那你说 你让我怎么去相信你 大家去想 你说 我怎么会相信你 就是 就是贪腐的层级越来越高 越来越吓人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想啊 中国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你像徐才厚 什么郭伯雄啊 还有那些什么令计划 你说他们这帮人都 贪污了数以十亿啊 千亿啊 百亿的 都异计啊 你说中国还能够经济发展 还能够这个经济层层搞啊 那证明可能 就是这个 钱贪的还没有足以 就影响中国的一个整体的运行 那还是说 中国这头大船 还是挺这个 坚固的啊 有一两个臭老鼠 无所谓 并且现在不已经打掉了吗 那我就怕 哪天还能出来醒的 是吧 哪天出来醒的怎么着 而且出来的 就是江山带有残人除 各领风照数百年 那除一个更狠 还有就是说什么 新加坡高薪养联 所以要学习新加坡高薪养联 中国还是属于这种 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 它没有那么多钱呢 它哪有那个高薪养联的钱呢 再有一个 这民主集中制 或者是说 咱们这个 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本身它成本就非常的高啊 它要统 统治到什么地方呢 它要统治到县 统治到村 手伸的这么长 它必然 它的花费就更多 因为它要层层上报 层层 它都会有人员去处理这个事情 如果你要各地区自治的话 它成本相对来讲就少一些 因为它地方做自己的一个预算 它就会少一些 你不用说中央啊 超这么大的心 全国各地的心都超 它就直接对话 就是省一级的就可以了 它不用说再对话到这个 县呢 村呢 不用管那么细 所以你像这种 行政集权的一个方式 本身它就非常的高昂 这种成本 你在高薪养联 你怎么养啊 养不起啊 你如果假如说你是这种 就是你有民主国家自理结构的 你高薪也行啊 再一个你经济还有的发展的不错 你才能够高薪养联 如果你不是民主的那种架构 或者是说你没有民主的那种 那种统治的一个方式 还选择一种高成本的统治方式 你就没有办法去高薪养联 那你没有办法高薪的话 那他的权利和他的这个收入不匹配的话 他就要进行权力寻除 或者是说进行以权谋死 以权谋死的时候 你说你找纪委去打掉他 去自我监督 完了这个纪委 有的也腐败了 所以说这个真的 真的是一国手 你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建议 你如果说你让我给建议 我也无解 我觉得也是一个无解的东西啊 那这个因为在历史上 中国就是这么一直下来的 那每个朝代都各领风潮数百年 辉煌啊没落啊 辉煌啊没落啊 就是这样 但是我希望吧 中国未来应该是 应该是能够好起来的 能够把这个贪污腐败 这个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 得解决掉嘛 如果你不解决掉的话 真的这个对于老百姓的欺诈和压诈 太难了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呢 也没有反抗的一种精神和意识 他也不会去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你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自己呢 也不理解的一个东西 只要别只要别这个影响到我就可以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侥幸的感觉 这个事发生不到我身上 所以说才是冷漠的中国人 鲁迅当年为什么七一重文呢 他不就是因为看了一张照片吗 那个照片是什么 是日本鬼子在杀中国人 中国人后来围着那个刑场 围了一圈去看热闹 他并不是说日本鬼子 那个组织的啊 当然我指的日本鬼子 是日本军国主义时候的日本鬼子 并不代表现在的日本人 我对这个日本人 现在的日本人没有这个歧视啊 我只不说当年这个日本人啊 当年这个日本鬼子 他们就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了 完了中国人就跟旁边看 当时的那种表情是冷漠的 是看戏一样的表情 因此啊 这个鲁迅当年受不了了 怕爱而起 我不学这个义了 我回去学这个文学了 我写作了 我以笔为刀墙 我整治中国人的思想 就这样 但是他也没整治掉 你像这个文革以后的思想 就彻底秀掉了 就坏掉了 那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是不是基因的问题 我现在解决 我只能往基因上说了 那就是中国人基因不好 历史上的基因不好 才导致目前的一个现状 那你说我还能解释什么 有的时候你说老是怪这个当局 说他有什么什么毛病 我觉得你怪人家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历史上也一直就是这样 你这个来了 那个来了 八国联军来了 日本人来了 晚上后来新中国成立 搞文革搞什么的 这么多的这个事情 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 你也说不明白 我只能认为是基因坏掉了 要不然别的我解释不了 我也解释不通 而且中国人是最 最冷漠的 面对他人有疾苦 很嫌有人去帮助 尤其是在这种政治方面 都是进入寒暂 不会有人去说的 也不会有人去抗争 那你像香港 香港如果是大陆的话 不会有人在这个 今年六四的时候 去点这个蜡烛 或者是说 拿这个手机当这个蜡烛 去游行去 其实它是一种变相的游行 就是在这个维园周围 去游行 在中国是不可能想象的 咱们倒不是说官方 人不允许 你其实你说 他这个香港的官方 他就允许吗 他不也去吹人家蜡烛去吗 他不也是去那个 就是让人家该走的走 该你不该流动的流动 也没允许他 但中国人很很有意思 中国人像香港人 有这种精神的人非常少 可能是什么呢 中国人一个是大陆人 可能是鸡眼问题 再有一个 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过 自己的话语学 因此他没有享受过 他也不知道这种 自由的一个味道 他也就不向往 就像从来都没吃过的东西 你说的再美味 无所谓 我不需要 因为我没吃过 就是可能就是这么理解 因此我有的时候认为 中国很悲哀 中国人很悲哀 就是悲哀在这里 没有人会去 没有人会去想这些问题 那有的人是想 但是给自己想的 气的就不行了 那有的人就抑郁了 你家小崔就抑郁了吗 反正还有很多抑郁的 有的就死掉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好 那老是这种抑郁啊 你说这民主人士都得病了 那你说这不更完了 这种有声力量就更完了 还是更多的是 应该民主人士都 都健健康康的活着 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无论你今天你是 怎么样怎么说呢 这个话怎么挫尘呢 无论是今天是给你这个打压了 封你号了 或者是说断你的这个薪水了 乃至有的甚至由于自己坚持的一些主意啊 他入狱了 但是啊 那如果你有这种信仰的话 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啊 我觉得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 还是应该保持自身的一个开朗与乐观 曼德拉在监狱里头 一共还待了 应该是26年吧 就20多年吧 那你说人家是怎么待的 而且人家依然健康长寿 所以应该学习曼德拉的一个精神 我在李光耀观天下的开篇 我就看到李光耀说 曼德拉和谁谁谁很像 我当时看完这个 我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 那我想问一下李光耀 你今天觉得还很像吗 如果还很像的话 那就像吧 那可能每个人对于曼德拉的一个解读 都是不同的 那我对于曼德拉的解读是什么呢 他会饶恕他人 他会饶恕白人 对于黑人呢 在种族方面犯下的错 他会和白人进行合作 这是我理解曼德拉的一个精神 他有一种饶恕的力量 宽恕的力量 那我在想啊 那你说李光耀那么认为 那么个比喻方式和方法 不敢沟通啊 不敢沟通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